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专题 我们今次就讲北爱尔兰的暴动 今次比较有趣就是不是北爱尔兰共和军 是这个保皇党的重返斗争 这个我真是一个很不知怎么办的局面 因为其实整件事的根本就是说 北爱尔兰和外尔兰要不要有一个硬边界 而北爱尔兰共和军就当然是不想有 因为他们亲爱尔兰 保皇党就说肯定要有 不然我为什么要跟这个对家打呢 所以碰到死的 碰到死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解决了现在是没有硬边界 就是欧盟和英国丢了 但是保皇党就很愤怒 因为很害怕以后这样搞法 那些外人的人都会进来 我们就变了少数派 虽然本身也是少数点 他们不是少数派 如果只是保皇党来说在外尔兰 在北爱尔兰来说是多数来的 但问题就是如果这样就变了少数 他们其实也是保皇党很奇怪的 就是有个图表的 如果你在北爱尔兰来说 是近英国那边就是保皇党的 是啊是啊 北爱尔兰那边就是北爱尔兰的 共和军来的 南边就是共和军 北边就是亲英格南 4月2号开始 保皇党开始发觉不对路了 搞法会输了 那就要搞一场大暴动出来 那就是在贝尔法斯特 北爱尔兰的首都 有些蒙面 拿棍的人 那就是在中火啊 扔我的店铺之类的情况 那一开始大家觉得 没有东西也幻觉来的 就是客户不了的 那后来呢就是 你咬不到的 是幻觉来的 我们什么都见过了 谁知道是搞到很大磨 那就吐了十多两血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八日清晨为止 有了四十八个警察 是因为被扔穿 那是汽油炭 重伤了 很大磨 就是整件事 就等于我们当时 哪次呢 围攻这个理大 美丽风景线 是的是的 美丽风景线 那个规模的暴动 所以就现在都是 不知怎样搞 应该没得搞了 都是内战的了 就是两边两阵队 亦都特了 是的 这个内战 如果你还是拳头胶 扔砖 那会比我好色 就是现在还在维持 中国对印度边界的时候 就算打死人 都仍是拳头胶 都是三战规模来的 都是扔石的 是三战规模来的 没错 但问题就是 北爱尔兰共和军 在前年脱欧公投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伦敦 弄炸弹去炸的了 而现在刚刚 保皇董开始复甦了 就是那些恐怖分子 那两阵队员 就少不免 有死伤害了 80年代 这个北爱尔兰共和军 都是臭命超章 因为是一个英明远播的分子 那现在重回英伦大地 那就是 移民过的朋友 就要小心 是 你可不可以说 他们这些事 好像你预备了些什么 历史我是预备了些 不过有些调到太远了 因为再说回英国的 差不多工业革命之前 那些东西 因为这是宗教问题 因为英格兰是信圣公会 而北爱尔兰是受英格兰的控制比较强的 所以信圣公会 或者叫新教的人 是佔多数 而爱尔兰的人 是信天主教佔多数 这是宗教冲突 信公会本来是天主教的 但是后来因为 英国的圣公会 因为他们想 好像要结婚 因为亨利八世 要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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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准离婚 所以就成立了信公会 从此之后就分裂了 原本是处了西班牙的 凯仇在海西林王后 后来想离婚 就是处了一位由Anne the Boran 也有天主教 后来要够 basta离婚 因此间就开始了想 因此再发生了一些 所以将吉他关系 後来成立了一些 我們來說算是很少 殺了幾十人 幾百人 算是很少的 但在英國人來說不是習慣那麼殘忍的 所以算是死得比較多人 Buddy Marris命運也很慘 因為養水的關係是沒有人喜歡他 也是嫁不出 但也有兒子 也有面手 後來好像是他嫁給菲利普二世 西班牙那個 一直都假裝有了 失敗 後來就離婚了 因為菲利普二世是很帥的 他很喜歡這個表哥 但後來也沒有好結果 變成伊利沙伯女王信任 就不是現在這個 而伊利沙伯女王一世 他又撥亂反症 又殺一輪 又撥亂反正正公會 當然殺了幾次 令北愛和愛爾蘭的仇恨 大家是非常之深厚 所以問題是 其實這個在皇冠來說 也算是英國得衰的表現 你控制不了 因為大家知道英國政府已經沒有了道 甚至是倫敦也守不住 倫敦也開始有政治不穩 而你一離開歐盟 大家其實就是乘機造反 我想英國應該是 究竟這件事會發生在英雷王死前 英雷王死後 但是應該都是 應該是確定的 應該是 基本上幾乎可以肯定 很嚴重的 但我想蘇格蘭會先一點 蘇格蘭是因為下個選舉 已經有時間表定了 就是獨立黨的黨魁 香港人叫施瓦程 他就說明選舉選贏 九月開啟第二次獨立公投 九成九都過了 但問題是英國可以不給 但不給做暴亂 你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對嗎 你可以不給的 政府 但問題是你不給的話 你會很麻煩 給你就肯定會獨立 所以獨立公投本身是一個很荒謬的東西 就是他很荒謬的意思是 你不停去搞那一道路上都獨立了 即是你會不停去試你 試到終於一天就行 問題是你 越搞的宣傳越厲害 所以當初我覺得 陶謹申說一些計劃去老典 我就是說獨立 其實我都忍不住跟他說 其實如果給香港獨立公投 到最後你現在說沒有人肯獨立 但到最後給公投的時候 商量很久就會變成 這個東西就是 當年第一個是誰 馬創人是誰 第一個給獨立 獨立公投那個 哪裡 即是英國 蘇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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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 甘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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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只要一給他宣傳 將這個東西變成合法 那樣東西就會沒得到 本來是三成會變成七成的 你本來只有零點幾%才可以給他做 零點幾%才可以給他做 所以那樣東西你不可以給他變成issue 一個legal issue 合法的issue 你就不行了 所以你不可以給他合法 即是你佔中 講講講就已經佔中了 如果你給他合法就不行了 所以差點可以 我覺得整件事本身 甘雨 你歐盟等於脫歐那些 你不可以試 你不可以試你老婆 上帝人不能試探 你不能試你老婆說你試試 你試試偶老 他本來不想偶老 你讓他試試偶老 他就真的偶老 這件事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非常愚蠢 如果是愚蠢 你這麼愚蠢的話應該會付出代價 而英國是很麻煩 我另外想起這套戲 是一本拍的 叫做他人之眼 他人之眼 他人之眼 即是面子 面子 好看就是男主角燒傷了臉 那老婆就不理他 不如同行房 後來就找到變態醫生 成功可以做一個面具 令到他跟一般人看起來差不多 沒有問題 他到處去看識女都發覺這件事 他就很無聊 回去試試老婆 試試用這個新的樣子去勾引老婆 行不行 那你行 那你當然是傷心 那你不行也是傷心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呢 那最後真的行不行了 那結果心理崩潰了 最不是行 行就一定不行 或者不是什麼 因為你老婆不是因為你的樣子 不行來跟你分開 就是她會介意你的樣子 對嗎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邏輯一定的 如果你自己為了用後 你發現你為了用後 你老婆不介意你 然後你再用英俊去試試他 那會好一點 是 所以現在就是面對這個情況 英國的崩潰也是一個問題 我也派了記者就說 蘇格蘭選舉你快點去吧 大新聞來 一定有大事實發生 你不是自己去蘇格蘭玩嗎 我想去 大問題疫情去不了 噢 我很多地方都原本計劃了 去年做採訪 想要飛過去的 但是啊 疫情真是 很靈魂的 我想 所有的去英國的人 但如果你去英國的人 都是住英國 所以沒什麼所謂 對他們來說 都是 英國沒什麼所謂 但問題就是 會不會對於英國經濟經濟的影響 如果有人移民的話 我覺得去英國 是很顯明 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主意 如果你說去美國 或者去台灣 都覺得都沒有什麼 或者澳洲 那麼多個 應該比較是屬於不聰明的 就是英國 但是香港很多人去 英國是尤其大鑊 內憂外華 裡面的黑人 族群問題 就是治安問題 那你經濟現在這樣 搞法必然動盪 那你國家不穩 我想是 少不裂瘋 那裏字 分裂過裂 瘋就發瘋就瘋 是 不裂瘋 但我想都會裂瘋 即是由 Grace Britain 變成The Small England 小英國 變少也沒問題 但你變分裂 和發神經 還會有問題 更嚴重 那我們今天又先講 多謝大家 拜拜 我來見什麼 其實很輕易 我可以說 那你剛才可以試一下 但你剛才能說 報紙 這台語 就說 你 想知道